这次由阿面族歌手莫妍首创作的 古拉斯俊贤歌曲 现场的支持者也都跟着合唱 15号古拉斯在玉里老家成立俊贤总部 现场作物稀席 古拉斯一出场气氛更嗨 欢迎现场获写人古拉斯表示 过去从来没有人在偏远的部落 成立县长级选级竞选总部 这么做是因为哈达万是自己的家 而整个部落就是自己的竞选总部 辽旺台走进来以后 整个部落都是我的竞选总部 我们这个新的县政府要体贴 我们要重视不同的族群 不一样的族群公平对待 我们这个新的县政府要愿意为人民做事 古拉斯南区进选总部成立大会 副总统赖金德特别再度造访古拉斯的老家 并为古拉斯站台 大战古拉斯在花莲地震后 立刻就掌握状况了解各地灾情 还向中央请求资源 是花莲必要的人选 这一次地震 古拉斯虽然还没有当选县长 但是他已经早早就到灾期去 去掌握灾情 哪一个房子倒塌 哪些人受困 哪一个学校倒塌 哪一个教堂损坏 其实他已经成功了 在扮演一个县长应有的责任 大家说是不是 大家说是不是 古拉斯进选总部大会 吸引大批支持的相亲参加 即使阴下雨 仍不减热情 反观对手也是现任县长 习政委的进选总部 何时成立 国民党花联县党部表示 会待议会定期会结束后 预计最快10月底 南北进选总部才会陆续成立 也将元系前十年政绩 继续炒国际智慧城市 观光友善大县 增加社会福祉等施政规划 人事新闻 反驳了花莉玉里采访报导